嗨,你好呀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故事 是关于人应该如何看待自己 蔡之中老师的《漫画新经》里 说了一个小桃翁的故事 我想它可以解决困惑很多人的问题 不如也说给你听吧 话说,有一个做陶器的工匠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把陶土做成泥团 最后做成各式各样的陶器 有一天,有一团制陶用的陶土泥 突然说话了 他对工匠说 这位大哥,麻烦你将我塑成一个小小的陶翁就好 陶工很好奇地说 人人都求大 为什么独独你只求当个小小陶翁呢 陶土说 因为小好过大呀 陶工赶紧追问 为什么这样说呢 陶土回答 你瞧啊 摆在那里的大陶翁 可曾有过装满的一天 而身边的小陶翁 只要一些些水就能满足 这就是小气一赢 大气老是装不满的道理呀 陶工一听 也大有感悟 他很高兴地说 好吧 那我就如你所愿 把你做成一个小陶翁吧 很快 小陶翁做成了 精巧又可爱 他和其他的陶器 并排摆在成品尖里 仍不改乐观地智慧 开心地向其他陶翁们 展示自己的新面貌 你们看 从前啊 我虽是一团泥 但现在 却成了有用的陶翁 咱们这个世上呀 世人都说大的好 富贵好 但实际上呢 只要我们换个角度 就会发现 大小 贫富 贵贱 这些啊 都是相对的概念 并没有什么标准 富有 是因为欲望比能力小 贫穷 恰恰是因为 欲望大过自己的拥有 不过 这个故事还没有说完 成品以后的小陶翁 和一群大家伙站在一起 身材高大的盘龙大陶翁 撇了撇嘴 说道 哎呀 真可惜啊 一旦你被烧制成了翁 你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可能性了 小陶翁 却开心地说 当我还是泥的时候 可塑成瓶 壶 瓮 瓮 充满了各种可能性 如今呢 我变成陶翁 虽然定了形状 可还是充满各种可能性的 可以装酒 装水 装药 还可以装金银珠宝呢 这个故事 启发就更大了 背负着过去 期盼着将来 都没有真正切切过现在好 时时刻刻 以自己的本来面目过生活 你啊 就能过好每一刻的当下 今天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也能满足于每一个当下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